在第二环节的技能展示当中 蓝雅 你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展示呢 唱歌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舞动龙的好迈 中国粉就是这样的气派 中国粉就是这么这么帅 光河水洗的黄皮肤 五千年的颜色绝不改 中国粉就是这样的乞丐 中国粉就是各种各种爱 长城山遥望长江城 大众话让世界更精彩 大众话让世界更精彩 感谢我们的求职者杨兰雅 我在台下看的时候 我就感觉和你刚才在台上求职 穿那一身的杨兰雅 就像两个人一样 判若两人 你哪怕不做健身教练 我觉得你从事文艺领域 也特别有感染力 真的是给你提个建议 不要展示跟你求职 不相关的其他才能 会让你的整个求职方向跑偏 说你切身的体会 叫做不务正业 什么不务正业 第一 你不是健身专业的 第二 你也不是这个培训相关的 你怎么就能下定论说 他不务正业呢 我调查数据发现 很多人的副业在今天这个时代 收入已经超过了主业 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 副业人生的阶段 我觉得你今天展示的这个环节 就展示人生 所以跟你的人设息息相关 而且人生是你可能更精彩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你坚持这个就好 不用听曹熙大哥的 不是这样的 尤其不用听他了 我认为是这样的 你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要聚焦 你认为什么不重要 你不是这行业的人 聚焦是定位的理论 就来说一说我从这个本行业出身 如果是说我们的老师们具有更多的才艺 起码在青少年的体能行业 其实是加分项 为什么呢 你跟小朋友有更多的互动机会 哪怕说你在这个其中 你展现你的这个舞姿 或者说是你唱两句歌 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所以回到我专业来说是加分项 在我们医疗界有这么一种说法 就说每一台好的手术 都应该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 换句话说 一个没有艺术品位的医生 实际上是做不好手术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 我必须得坚持我的立场 在台上我们面试的时间 本身就很短 小叶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们只看了这二十分钟的你 我们就决定给不给你职位 给你什么样的职位 给你什么样的薪水 可是你把大好的时间浪费在唱歌上 请问在座谁能给他一个唱歌的职位 大好的时光 恰恰就是给在了他展示 多方面才华的这个点上 你看他的主页是健身 还会唱歌不都更好吗 是 老师说的是我的心声 我想请教你一下潮汐 这个环节叫什么 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环节 我们就是想要我们的选手 给我们展现不一样的那一点 所以要站在更高的管理角度 你就能理解明白了 当然我相信我说的你也听不懂 但是没有关系 就是选手我想告诉你的是说 你表现得特别好 我们也特别期待 更多的选手来到这个舞台 在这个环节中展现不同的自我 这个是我觉得潮汐 对这个专业的片面理解 专业指的是你的工作的全面多元 从工作职场 到你的才艺 到你的情商 一个人的立体表现 才是最好的人生 才是最好的职场人 而不是专业 只会干活 同意 没有思想 同意 同意 我问段总 我问段总一个问题 对 好 如果说他今天的那个健身教练 非常不合格 他唱歌唱得很好 请问曹妍会给他一个健身教练的岗位吗 我先认同刚才段老师讲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在简历当中 一定是有一个你的工作经历和专业度 其实在第一场合 我们的选手展示了 但是同时我们简历 是不是还有一个兴趣爱好 特查 兴趣爱好的人 那现在这个刚好是展示 他的兴趣爱好的部分 只是说在这个里面 我个人觉得在舞台上求职 你一定要把前面那个专场 让大家有记点 可能曹总他忽略了你前面那部分 就说明一点 那部分有待加强 我想表达一下我自己本身的想法 唱歌真的是不能养活我自己 它只能让我当成爱好 没有 大家都很喜欢你才这么激烈 我听听听 为什么 没事 慢慢说 缓和一下情绪 让我们给他点掌声吧 来 来 转动 我想说 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真的就是唱歌 但是因为很多种情况 它限制了我的进步和发展 我一直这些年都是自学 但是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因为我爸妈他们都说我 活得不太落地嘛 然后我就觉得 我应该做一份脚踏实地的工作 正好我喜欢健身 我就觉得我做教练也挺好的 台上的这位求职者杨兰雅 非常热爱唱歌 但是因为家庭原因 因为种种他提到的方方面面的制约 他放弃了 但是当他找到了可以养活自己的一份工作 终于能够像父母所说的 活得落地之后 他还是毅然决然地 为了唱歌 花了不少的钱 人的确要活得落地 爸妈的话也没有错 在我们该做什么的年纪 我们真的就得去做什么 但是现在你做得挺好的 我们不说能不能找到一份 今天他想要的工作 在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当中 你可以养活自己 用你自己辛苦付出赚来的钱 去实现你那曾经为之追求的梦想 我觉得没有错 刚才潮汐先生 他的情绪可能有些激动 但是潮汐也是为你好 因为他害怕你的表现不好的话 会干扰到你接下来的进程 他也提到了一个词叫不务正业 什么叫不务正业呢 如果你有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 你用你赚来的钱 去干你喜欢干的事 我不认为这是不务正业 但如果你现在养活不了自己 你拿着爸妈辛苦挣来的钱 去干你想干的事 那可能就是一定程度上的 不务正业了 但不管怎么说 到目前为止 你在第一环节的专业展示 和你刚才的歌声 都打动了我们在场的企业家 我相信也会打动 迎评那一端很多的观众朋友 所以我想说 不错 挺好的 加油 谢谢 好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我曾经也是一个爱唱歌的健身教练 但是最终我成了一个健身企业的管理者 每个女孩都会有梦 好看的 好听的 东西都会吸引我们 我觉得我唱歌好听 我弹琴 我跳舞蹈 在我的事业里其实都有帮到我 它帮到的我不是直接的那些东西 而是它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完整 更多维度 更有温度 更可爱的我 而这样一个更可爱的我 可能我在跟别人打交道过程当中 会获得很多力量 而你 我看好的就是你有这样的力量 摔针 真诚 谢谢 好吧 接下来兰雅 我们一起来考察一下你的职场情商 进入到职场情商课 你领导让你帮忙买午饭之后 微信转给你钱 你会怎么回复它 领导让我帮他带饭是看得起我 我也会非常乐意 所以我觉得一顿饭的钱 根本就没有必要收的 我会告诉他不需要 改天你请我吧 站着我的角度 其实你如果不收的话 我某种意识来讲 下次我就不敢叫你带了 其实在职场当中 我们要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 我就带盒饭钱了 但实际上其实我们也要 有的时候要换位时刻 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好人 但是你未必是一个职业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你以后 遇到事情的时候 多转两个圈 想问兰雅的就是 如果你第一次不收 下一次领导再让你带饭 你还收不收 首先我是真的觉得没有必要要 但是如果他是真的发的内心 说你就收了吧 那我就收了 对 我其实还是要看 他真实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 这个在中国职场上 这个人情念打记文章 我肯定我内心里就想请活 我说这个我请你 这个真不用 下次你再过大钱都行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 我也会这样处理 其实职场最呼唤的是公平 什么叫平等 他让你订个饭 他把钱打给你 这是天经地义的 其实你已经帮了他了 领导他对你是感激的 那说了说他经常这样 可不可以 其实领导如果经常让你帮他订饭的话 你要想可能这里边他有另有深意了 因为正常人是不会这样的 除非你是他的秘书 那你说了 那我能不能请他吃这顿饭 刚刚大家已经给你答案了 就是你要请他这顿订的这个饭 你一定要给充分的理由 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的话 那人家会认为你又有什么意思了 领导给你打钱是应该的 他老这样的话 这件事就有问题 我觉得这也太绕了 作为领导来讲 我找人带我就头省事 你再推推让这点钱 然后你还要让我请你一顿 我觉得我昏身都是负担 下回我肯定不找你了 我还想给你一个贝斯视角 尤其是男贝斯视角 我找你带饭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 我顺手就需要你帮我这个忙 第二种是我想用你 它是两层含义 如果我送带着 只是想让你帮我买饭 其实你多余的回答都是多余的 你只需要帮我买饭了 我给你钱 形成这个 你帮我节省时间的关系就可以了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 是我通过带饭 想看一下你跟我的言谈举止 和你对一件事情的格局和担当 这个制度太江湖 太复杂 我们经常用来让我们不是带饭 就是我时间忙让他带饭 他然后收钱就完了 我觉得挺爽快 挺舒服的 这非常简单的 而且这样是大家彼此舒服的 所以在职场当中 不要那么复杂 就直接简单一点 这个事情我觉得企业家 也不要把事情搞得很复杂 我本人的想法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我觉得他让我带饭就是信任我 相信我 我觉得我也会跟他拉近距离 所以我才会说一句客气的话 其实刚才企业家们 是站在过来人的角度 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给你的建议 是的 我也这么觉得 你也得看这个老板是什么样的人 是 企业家就跟主持人一样 很多人说你是主持人 错 主持人只是人的一个职业 归根到底 咱们都是平等 咱都是人 什么专家 专家去搓岛不就搓A面B面吗 他还有个C面吗 对不对 老板们回家也得下厨房做饭 也得出去买菜啊 他走到外面去 他也是个普通人 所以说有些时候呢 先看这人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想得简单一点 那接下来呢 职场情商课考察完毕之后 我们就要有请五位留灯的企业家 做出你们的选择了 恭喜你 三盏灯进入到最后 谈前步伤感情 随风跟跑篮的直落部呢 是一家做三到十七岁青少年 这个篮球和体能教育的 那么我给你的这个岗位呢 是体能教练 底薪是五千加 主要你赚的是底薪加课时费 就是给一个参考 就是我们全职教练的综合薪酬 一般都是在一万五到两万之间 现在给你岗位的是 我们旗下的傲卖青少这个板块 那我们坚信体育是最好的教育 通过让孩子们参与体育 包括一些有仪式感的赛事 能够学习和打造健全的人格 培养协作团结等等 需要的品质 工作地点呢是北京 给你的岗位是中心经理助理 薪酬是八千加 我给你的是运营商务助理 工资待遇了 就是我也是以最低的五千加 加五千一斤 但是它实际上 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的 就是说上升空间 可能一万加以上 工作的地点的话 会在我们湖北 接下来 蓝雅 灭掉三位女士当中 其中的一盏灯 来吧 我们有请赵小叶和曹妍走上竞价台 我刚才说的岗位呢 再给你解释一下啊 相当于校长助理 我们叫中心主任助理 这样呢给你一个更广阔的视角 去看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 然后发展你的管理的潜质 随风奔跑给到的呢 是这个青少年和儿童的 体能教练的岗位 因为现在你的背景呢 可能是从幼儿开始教的 我们是在北京 然后管住宿 接下来考虑时间开始 在随风奔跑和傲慢青少之间 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一并拒绝 说一声谢谢再见 考虑开始 好的 杨兰雅 你最后的选择是 谢谢二位老师 谢谢 好 感谢赵晓叶和曹妍 为什么拒绝了这两位呢 因为我其实也对自己 现在不是很满意 我还是希望更多地提升自己 你有工作再提升自己 也不矛盾啊 因为我现在一个是考虑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会考虑距离 因为我是在河北嘛 你本来选的期望地点 就是天津或北京啊 对啊 对 是因为这是我的想法 我来录节目 爸妈是不知道的 但是问题是你来录节目 虽然爸妈不知道 但是你来录节目 你的意向岗位 你的期望薪酬 包括你的意向工作地点 基本上我觉得最后站上竞价台的这两位企业家 应该是蛮匹配的 是不是还想唱歌 是 我确实在那边有一些 这个音乐上的一些业务 蓝牙 但是我有问题了 如果今天你的目标是求职 而不是展示自己唱歌 那么你的前面的全场表现 就会让我打一个质疑了 因为你如果是求职 今天两位企业家 都给了你一个很好的舞台 但是你放到这儿到最后 你说其实我还是想做唱歌 这一点其实是 其实不是这样的 老师 我考虑的最多的就是 首先我的展示让大家觉得 其实我的健身这一块还不够专业 我想把健身做得更好 我还要学习 第二 因为音乐我还是放不下的 坦白说我不太接受 你解释的理由 为什么 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专业度 跟健身相关不够好 那么选择一个专业的平台 在里面它有成体系化的 标准化的培训 这是帮你提升精进的能力点 但是你刚才说我专业不够强 我到外面自己再学习 那你到哪儿学 在你最后的这段话 我想给你几个建议 第一 你长大了 未来的路要自己去选 而不能叫父母去选 第二点 今天这个选择是不冷静的 你应该去往管理上去走 那这个时候其实 保雷豪的这个 严总给你的这个机会是特别合适 我非常建议你下来之后 跟他好好去聊一聊 第三个点 一定要来大城市 因为你还有很大的潜力 所以我祝你未来的职场中 越走越好 感谢你来到 非你莫属 再见 蓝阳 谢谢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